哈喽大家好 我们大部分人都生来平凡 但异校那年 有一个传奇高中生 俊阁 aka奇迹之子 他的天赋 强大到可以在教室 当着老师的面 与女朋友直接钻研人体 说到奇迹之子 那么我首先不得不提一下 当年美院的奇迹世代的 简单的来说 我们学校有五个最强的艺术生 他们都有着超越常人的绘画能力 甚至可以说是超能力 以下就让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当时美院附中的奇迹世代 听到他们的能力 相信你一定会觉得太扯 因为这些能力 都如同吃了恶魔果实一样夸张 当然随着之后奇迹世代的陆续毕业 我们美院的声望也一落千丈 黄金时代就此落幕 好了废话少说 那就让我简单介绍一下 奇迹世代的成员吧 Top 5 色彩狂魔阿畅 阿畅的超能力 就是拥有全校最敏锐的色彩感之力 据说他是极其罕见的四色逝者 正常人通常只有三种试锥细胞 而阿畅因为基因突变 拥有四种试锥细胞 换句话说 他能比普通人多看到近一百倍的色彩 而且当年阿畅有一句名言 割画的不是色彩 割画的一直都是流逝的时间 因为对于他这种四色逝者而言 每一秒的流逝 他就能感受到整个场景的色彩冷暖 与光影的变化 他的能力让异校老师都直呼 阿畅是建校以来 拥有最强色彩感知力的学生 俗话说得好 富人靠科技 穷人靠变异 这个变异就直接让阿畅 变成了奇迹世代的一员 而阿畅这令人炸裂的天赋 居然只能排在奇迹世代的末尾 和名字一样 挖难的超能力 就是可以将任何的事物 如同打印机一样 原封不动的直接画出来 记得有一次挖难为了炫技 将一张100元人民币 以黑白素描的形式 直接原封不动的画了出来 有多夸张呢 就是纸币上特别细的那些线条 都能画出来 连老师当时都惊叹到 挖难对于细节的处理 而且一个老师出了1000人民币 直接将这张复刻版的纸币收藏了 而且有一次 警察直接来到了我们学校找挖难 通过提供了犯罪协议人的测写 让挖难直接进行肖像的绘制 最后挖难也成功帮助警察 抓到了犯罪嫌疑人 瑞姐的超能力呢 就是能够在极短时间内 瞬间完成作画 记得有一次 异校的速写考试啊 我刚拿起素描笔 准备开始画画 老师能教了吗 我已经好了 你没看错 瑞姐的速度啊 绝对是全班最快的 大部分同学还在起稿的时候 瑞姐已经完成了作画 而且瑞姐并不会因为速度而牺牲了精度 她永远是速写课上画得最快 也是最好的那个 当然这种炸裂的速度 也是通过极强的观察力 与视觉记忆达成的 所以说瑞姐多少也是有些变异的 如果说之前提到的 都是变异的天赋怪 那么思妹的超能力啊 就是能够专注的做一件事情 一万个小时 思妹啊 跟我在一个班 得此名号呢 因为有一次 我们去黄山写生 思妹为了追求最完美的作品啊 她居然在草地里趴了12个小时 专注在自己的作品上 要知道那可是夏天的黄山啊 当天中午的温度啊 已经来到了40摄氏度 当时我们班的同学啊 都被思妹的专注镇进到了 所以我们给了思妹一个 如同BOSS一样的称号 伏地魔 而思妹的隐藏能力呢 就是可以将专注感染给周围的学生 简单来说啊 她可以将她的专注光环 覆盖到方圆500米内 每一个人身上 所以思妹啊 也算是奇迹时代里面 唯一一个神级辅助了 最后啊 当然毫无悬念 就是我们的奇迹之子 俊哥了 为什么俊哥的能力 能排到第一呢 因为俊哥的超能力啊 其实就是能够迅速 模仿其他画师的能力 并且超越 要知道 俊哥刚来学校的第一天啊 他并不是全校第一 据说他第一天就败给了瑞姐的光速速写 但仅仅过了一周 俊哥通过不断的学习模仿 居然学会了瑞姐的超能力 而且可以做到比瑞姐还要快 更可怕的是 俊哥还有一个超级无敌的隐藏能力 那就是压迫感 但凡看到俊哥的作品 你都会有一种无法忍受的压迫感 就像是溺水了一样无法呼吸 而且俊哥啊 还特别喜欢画超大的全开指 你就能感受到俊哥的作品有着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你按在原地 无法动态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俊哥的长期素描啊 我几乎没有办法将视线移开 因为超大的绘画作品里面 全是带着灵魂的笔触 与无数的细节 勾动着我的心弦 虽说俊哥啊 是奇迹时代里面最牛的一个 但俗话说的好 实色性也 身为凡人的他 依旧也有学习人体的需求 那年啊 我记得俊哥几乎每天都泡在画室里画画 当然也就吸引到了我们班的女生小婷 每天在画室 就能看到小婷主动的接近俊哥 小婷是个长相甜美 举止温柔的软妹子 俊哥画累了呢 小婷就会主动帮俊哥削铅笔 日久深情 很快他们就成了我们异校的一对神仙眷侣 后来啊 有时候俊哥画累了 就会让小婷坐在他的身上 而有时候下课呢 俊哥会如入无人之境 开始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人体探索 而我们呢早已习以为常 但有一天龙老师看着看着 终于把持不住了 没错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都知道 龙老师啊 就是当时全校的扫黄大队队长 阿俊啊 阿俊 你画画没问题 你画得很好 也很能吃苦耐劳 但是咱能不能别老在画室里面摸来摸去啊 你看影响多不好 你是学长 你要学会以身作则啊 你没听错 在异校啊 画得好就是王道 连平时豪狠的龙老师啊 语气都会变得非常的委婉 而全校画画最强的俊哥呢 则是一脸不屑的说 龙老师啊 我交个女朋友 你是不是管的有点多啊 呃 阿俊啊 龙老师很开明的 你交女朋友绝对没问题 但是问题是 学校里面 学妹学弟都在 对不对 这样影响非常的不好 你能不能稍微收敛一点 那这样吧 我走 我不画了 行了吧 这下可把我们龙老师吓得不轻 要知道 如果我们全校的奇迹之子 因为龙老师直接退学了 那么可以说龙老师就成了千古罪人 哎呦 阿俊 别太玩笑了 没事没事 你就当我什么都没有说 你学话 好吧 我走了 现在我还清晰的记得 门外的龙老师啊 烟一根接着一根的抽 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 原来豪狠的龙老师啊 也会有没有底气的时候 这件事没过多久啊 我们异校就迎来了多国艺术连展 这次展地在日本 而之前提到的奇迹世代呢 也就理所应当的代表我们学校参加了艺术展 并且争取拿到一个好成绩 由于我这种学渣啊 并没有被选中参加这次的日本比赛 但出于好奇 我们还是去向一些参加比赛的老师啊 询问到了很多的信息 俊哥呢 也终于在日本遇到了他的一生之敌 如果您喜欢这期内容 并且想继续听我们美院奇迹世代 参加这次日本艺术展的比赛故事呢 一定要记得点赞关注我 如果这期的反馈好 我一定会单独再做一期 来聊一聊 奇迹世代 俊哥 与日本比赛的故事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故事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关注我的百人大台 一只土拨鼠 如果你喜欢我这期的内容呢 点赞评论加订阅 是给我最大的肯定哦 谢谢您的观探 祝您每天都过得愉快